他给他的学生们说 学生们告诉我 他老句子讲 台湾的佛教是形式的佛教 热闹 向火挺身 没有内容 所以换句话说 是假的佛教 不是真的佛教 真的佛教 那效果一定如《无量寿经》上诉说 社会安定繁荣 人人相近相爱 互作合作 一定是这个现象 人心相善的环境也就改变了 真的是风挑雨顺 能收到真实的效果 所以黄老句子讲这个话 我听到传闻 我同意他的看法 他说的没错 虽然他没有到台湾来 对台湾这个社会状况 佛教里面点点滴滴 他清清楚楚 明明白的 这不是一个普通人 上一次我们曾经讲过 佛教我们 佛教给我们 做私 做饭 华言经上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这五十三位 佛弟子 五十三位 学佛的人 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都是社会的典型 社会的母范 那我们想一想 无论我们现在是出家身份 或者是在家身份 我们的思想言行 能够做社会大众的榜样吗 这个社会大众像我这样想法 像我这个看法 像我这个做法 这个社会能够安定 能够繁荣吗 为什么不这样反省 为什么六根都向外进去叛远 佛法不许 释法也不许 儒家的教学 也是都学六根 金链香气 不仅是佛书 归根究底 我们找这个云因真结的所在 说老实话 不读书之果 这个书叫古人的书